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设计思维 因为我在维基百科 所谓一下设计思维的定义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到设计这词 可能会想得很小 然后是不是就是像墙上这些海报 或者画一些画 这是不是的 就是设计思维是更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不仅可以设计一个物件 你也可以设计组织家货 你也可以设计企业文化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被设计的 关键是这其中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 我以前在中文美术学院参与的一个workshop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是跟伦敦的黄大艺术学院 一起做的一个很小的workshop 但我觉得它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了 在维基百科里面 就是设计思维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先定义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做很多的调研 第三个是你要做一个想法的实现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出了一个你想法的原型 作为一个问题解决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比较boring的 所以有下面这个方式去理解 那第一步其实你先要做一个记者 就是你要观察你身边的生活 观察你身边的人去发现 有没有一些问题值得你去解决 然后之后你要做一个侦探 就是去搜寻所有的这些资源 然后去看中间的联系 然后怎么能把它们利用在一起 联联在一起 然后第三步是你要叫paranel 就是平行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找现有的一些 很成功的商业模式 或者解决方法 把它们总结一下 很抽象的总结成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第四步就是直接到solution 去解决方法 就把它们这个成功的呢 能够复制在你现在的这个想法上 我们当时这个做的叫cringe benefits 也就是找到我们生活中 特别小的一些点 然后去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利益最大化 那当时就是我们的学校 或者学院在北京的望京 北京望京是一个北京比较偏的地方 所以叫望向北京嘛 然后它那个路呢是那种斜着的 所以那些出租司机特别不喜欢 就是到我们那边 因为它会迷路 而且很不熟那个地段 因此我们就有打车难的问题 然后我做这个workshop的时候 跟我的同学是在09年左右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打车 还没有info 然后我们就想的是 怎么能够解决这打车难的问题呢 然后我们就先做了记者 然后先去问这些司机 说你为什么不愿接这些乘客呢 也问了乘客就是他们的一些感想 然后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 其实美院在那个校门口 有很多的黑车 而且那些司机跟我们非常熟悉 他了解望京的各个角落 知道望京哪最好吃 哪最好玩 然后在哪有shopping wall 然后在哪边有望京特色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帮这些黑车司机 找到更多靠谱的乘客 因为这些黑车司机经常是接待 我们学校各类的国内国外的外宾 去机场接送他们 跟我们很多教授学生都是朋友 但他们自己也非常害怕说 是不是半夜会接到那些醉酒的乘客 是不是会接到那些满身胡同的乘客 他们也非常害怕 所以我们就胡同闻身了 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也想帮助这些就是 黑车司机们能够多接到美论靠谱的那个就是活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那可能有两个情境去适合我们去衍生 那第一个可能是大家以前去整理文件 都会把那个对应的文件做分类 然后放进文件夹 放进对应的抽屉 那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乘客想吃的地方 也整理成这样的分类的信息 然后第二类我们想的是 我们我们毕竟是小孩嘛 然后我们当时辅导我们的有Microsoft的一个工程师 他就希望我们做的能推博一点 然后我们就想 哎呀那要不就把那个圣诞老人的袜子能够应用在这个里面 因为你圣诞节的时候去取那些小纸条的时候都是满怀就是希望的嘛 就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把就是对应的这个不同颜色的纸条呢 上面写了不同的信息 有的可能是大学 有的可能是就是餐厅 然后有的可能是酒店 然后背后对应着一位就是非常了解这类地点的黑车司机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放进这种小的那个袜子里面 其实我们就在宜家买了 然后我们买了好多个也做了好多这样的纸条全放在里面 然后把这些袜子分布在旁边很多的地方 然后就先把这放进去 然后所以当你是一位乘客的话 你想去哪儿你可能就对应找那个颜色的那纸条 然后你就拿那纸条给那黑车司机打电话 然后那司机就能买送到对应的那个目的地 然后你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你还需要就是帮个忙 就是去找一下那边的那个袜子 然后你把这个信息再放进去 因为这样就流空了嘛 循环了 就现在看还是挺傻的 但当时必定就还是学生不懂什么叫数据化 不懂什么叫工程 工程师文化 也不懂如何做coding 那现在我觉得 我们就可能不会用这种非常手工的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然后之后我们就做了实验 就是我们有请我们的同学去扮演了一下黑车司机 然后我们也请就是 就把那袜子放在了旺津比较火的当时的一个叫华联的shopping mall门口 然后去看这些北京的市民或者是美院周边这些学生是否愿意利用这份服务 然后我们做了整个实验 发现50%的市民和乘客都很愿意参与我们这项活动 所以我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下面我就想给大家讲讲我们这家创业公司可能在做什么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在做 我当时在做美国的一个project的时候 然后我老师说到创业这件事 是因为就是在硅谷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工程师的话都非常的足 但是因为就苹果公司这样很重视设计的公司的兴起 包括大家对设计的重视 那么很多人就问 你是就是建筑的大牛 然后你是设计界的大牛 你认不认设计师呀 能不能给我介绍 然后你想一家两家我们就这种人意的介绍就OK了 用微信啊等等 但是人一拨起来我们觉得那这事好像是可以做的 我们为什么就把它做成一个平台呢 然后后来我也在北京参加互联网大会 然后下面有很多初创公司在旗下 然后我就上次说我说我是来自专门美食学院的 我们可能能给就是创业公司介绍设计师 然后我一下台就接了好多张名片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那这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要试一试 所以现在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最初的时候 这想法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先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去做了调研 有去问就是身边的朋友 有去问很多人说那你们觉得设计重要吗 所以我们当时采访了319位 其中有CEO 有做市场的 有工程师 包括设计师 就问他们对设计的看法 然后他们是否觉得设计在他们生活和工作中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了 百分百他们都觉得设计非常重要 然后 百分之七十七都觉得那设计对于一个产品 其实它跟就是技术是同等重要的 然后百分之九十都觉得他们不知道怎样的直径能够找到一个能帮他们做实现的非常好的设计师 然后百分之六十八都至今没找到好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就是做这样一个平台 那客户的抱怨是 经常就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呢 不是他们想要的 因为在设计这种非常就是非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中 它有存在的一个一个事情是那个风格是不是最硬 因为有的设计师可能喜欢金属风格 有的设计师喜欢点评画 有的喜欢就是做那种仿真的 所以就这个里面也存在很大的就大家被设计的一个不了解 然后另一块呢就是设计师总是抱怨说 诶那客户原来是要这个 但其实他们最后做出来设计和原来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其实在设计中很多流程上也没有得到就是标准化的控制 或者没有人来做这样的项目监管 因为设计师都跟艺术家一样嘛 他们都不是商人都不会做这种叫项目的监理 然后我们就又做了第二步我们就又做了detective也就是做这个侦探 然后我是从央美毕业的嘛 我有很多学长学姐 他们都是向往着像艺术家一样无拥无素 然后但是呢又不想去那些大公司大企业做那种就是在里面的in-house的设计师 所以他们往往会成立自己的design studio 但有自己design studio或者有自己团队呢 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哪找到这些项目呢 因为像这些设计师他们的要价都是非常高的 我的那些学长学姐可能做一个设计从万级到十万级到百万级都有 所以他们需要找的是那些很靠谱的非常好的企业级的用户 然后我们就做了调研 那国内呢当时有叫猪八戒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了解 猪八戒是你在上面做一个logo可能500块钱左右 而且他会帮你做就是整个logo的商标的注册 那这跟我的那些学长学姐其实有很大的 就他们的期望值有很大的一个gap吧 因为他们觉得那好的设计师一定要被这种包价买单的 然后还有在美国有两个平台 那么现在这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 叫Upwork 但那会儿他们叫Odat Freelance 是帮助这些freelance能找到更好的项目 然后帮助这些项目找到能够帮他们按时按需解决的这个freelancer 但是他里面没有专门为设计师服务的模块 然后另一个是Behind the dribble 那如果对设计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其实这个是做的是设计师的社区 他们会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这个网站上 然后呢你们可以去浏览他们的项目 但是他也没有专门的说为这些设计师去找这些项目 然后也没有为这些企业呢去找这种可以按时按需互佣的这个reelancer设计师 然后第三步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平行对比 那LV&B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很了解了 就是当地的这个提供者可以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给这些旅行者然后去用 他建立的是一种互联网上的信任 所以我们在想呢设计项目是否也可以这样 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做的就是how it works 就是solution了 就是设计师呢先把自己的portfolio传到特战的IDbook里面 然后这里面会给你上标签 然后做算法的匹配 然后之后客户可以来看你的作品集 然后之后客户呢是把自己的就是on demand的设计需求 发到我们平台上然后这些设计师会收到这一层vacation 然后他们可以选择是否为这位客户职工服务 所以他们可以去报价 然后之后我们会做整套的项目的法务和财务的托管 所以最后呢这是在把他们的最后的成果点一个给客户 然后这是我们最最早的一个demo设计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跟两方我是设计师和我要找设计师 然后这是设计师端 就是先把他们的个人信息传上去 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就是风格做一个匹配 然后之后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 通过接这个项目得到自己的收入 然后也会被就是互相做评价 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些页面 然后那会儿我们整天再提什么大戏剧分析啊 算法匹配啊 那会儿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招到这样的工程师 只是我跟我老板之间我们想了很多很小的idea 然后这是客户端 他把设计的这个要求发到平台上 然后我们会想着去做这种视觉的一个匹配 然后之后他就能把项目给到这个设计师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希望的是有这几类的设计 有交互设计 有插画 然后有品牌设计 有印刷品 然后还有信息可视化 然后这块是他们通过去标选自己觉得有意思 喜欢的设计的图片 然后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客户其实是喜欢怎样工作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就为他准备这样工作的设计师 然后这是他需要填的一些硬性的标准 里面可能有设计的周期啊 愿意付多少钱啊 是什么种类的设计啊 然后是不是要设计师跟他在同一个城市 还是他能够接受远程 然后我们就会为他推送三位设计师 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得到这个项目的邀请 然后设计师就可以给他们报价 然后这个给大家讲的其实是我们最初的一个idea 然后我们13年的时候拿到了天使五轮的融资 然后是来自线性新人华创 还有另一位设计师的一个投资 然后之后也在今年拿到了红杉资本跟integral的融资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就是即便你的idea可能一开始非常小 非常微不足道 但它如果能解决就是人们生活中的需求 能够给别人带来就是benefit的话 就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因为就在我们这个非常不靠谱的想法下 我们也把它做成了一家就是还是比较有口碑的一家idea的公司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